有朋友说 你这不跟三国了 就等着听你这三国呢 这三国呢 是每周末总得来一期 这个平时呢 我们就讲点其他有趣的事情 不知道有没有对这个明末感兴趣的朋友 当然了 我这讲的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明末的历史 而是姚雪银先生 写的历史长篇小说李自成 改编而来的连环画 姚雪银先生已经去世的有20年了 不过这个作品啊 写的是相当好 而且这个连环画画的呀 你看这作者都是施大卫 罗西贤 王一秋 徐游 崔军沛 这些人 可以说是 哎呀 名师云集啊 这都是老一辈的艺术家 那咱们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其实这个 他讲的是一个什么的故事 故事一开场 就是1638年 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 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我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啊 内忧呢 就是李自成 张献忠这些个反王 那这个外患呢 那就是 清兵了 是吧 其实就说一个 王朝的末年 没有像明末这样啊 群星璀璨的 皇帝是一个秦政的皇帝 他手下是要文臣 有文臣 要武将 有武将 群星云集 明将是特别的多 你细数就有那少几位 什么吴三桂啊 祖大寿啊 这几个不太好 孙传廷 然后这个 咱们这次要讲的卢相声 红城仇 这些个人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那其实故事一开场 李自成 张献忠已经投降了 李自成已经被这个 红城仇打的 已经是七零八岁了 那满清这时候来说 你说满清 他有多少人口啊 他能有多少兵啊 跟你这泱泱大明能比吗 说的是内忧外患 其实我总感觉没那么严重啊 怎么能至于在五六年间就亡了国呢 这是怎么一档的事啊 咱们就 故事就开场啊 你看他这个老一辈的艺术家 就是他这个联欢画嘛 就一上来先给出一堆的人物秀像 咱们现在还不认识这些人物 咱们就略过啊 随便看看人物 以后呢 他们会有相当大的戏份 咱慢慢说 说崇祯十一年 十月初 清兵第四次入赛 向北京进逼 北京城外不时的传来 隆隆的炮声啊 那些七宿在 太庙后院和眉山上的仙鹤 受到了炮声的惊吓 时不时的成群飞起 发出凄凉的叫声 这仙鹤这都是神鸟啊 你看神鸟现在都受到炮 我的亲鸟 你可以感受到一种 名不聊生的感觉了啊 北京城里的灾民和乞丐 本来就很多 这两天呢 又从通中和东郊 逃进来十几万人 没处收容啊 有很多人呢 就睡在大街上 就害怕冻死了 大家都挤在一团 是吧 在这刺骨的寒风中 是瑟瑟发抖 你想老百姓的生活多苦啊 但是在深宅大院里啊 依然有过着 花天酒地生活的 这么个老爷们 主人和客人是 庭碑在手 静听着歌迹 婉转低唱 他们很少有人留意啊 城外呢 炮声和火光 就当是放烟花了嘛 初三这天的下午啊 崇祯皇帝朱友简 一直在前清宫市 批阅文书 他的祖父和郭哥哥 做皇帝的时候 那是整年的不上朝啊 从来就不看那个 什么奏章啊 奏折 把一切的国家大事 都交给太监打理 到了他继承大统 立脚此臂是势必公亲 崇祯皇帝是一个 特别勤奋的皇帝 偏巧这些年呢 这个局势是特别的艰难 一天乱似一天 各种文书啊 像雪花般的送进宫来 崇祯皇帝每天啊 这个睡觉常在三经以后 有时候是通宵不眠啊 他只有28岁这满面的憔悴 眼角已经有了几道 很深的鱼尾纹 吃过了晚饭 崇祯皇帝来到了文华后殿 担任总监军太监的高启前 跪下接驾 崇祯问他 今天有什么消息啊 高启先回答说呀 东鲁兵气势甚锐 已过了通宙 看情形啊 会进犯惊失 崇祯听了莫不作声啊 好一会儿都没话说 崇祯慢吞吞的说 昌平要紧啊 那是祖宗的灵秦所在 务必要好生防守啊 高启前回答 皇爷放心 卢相声的宣大山西军队 已经增援昌平 太监和宫女们 看到了崇祯的表情 非常地严肃啊 都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崇祯转入正题 秦王的兵马 虽然有了几万 但既要安内又要攘外 而这不可得奸啊 你是总监军 总要相机尽职 不可浪战 高启前说呀 皇上圣地深远 说得极是啊 他知道皇帝是一个 自尊心极强的人 想和清兵义和 但又不肯明说 于是高启前说道 以今日之行事啊 既要内剿流贼 又要外抗打鲁 兵力和财力都不好办 如果一和可以成功 崇祯赶快就说道 外边有何意见呢 高启前撒谎说道 这个外边啊 似没人知道这件事 其实啊 其实满朝的文武和百姓们 早已知道皇上和兵部尚书 杨四昌密向满洲求和了 重申皇帝还是小声嘱咐 这事啊 要与杨四昌迅速进行 切不可使 外庭和百姓知道啊 这时啊 一个长随太监进来奏道 起奏皇爷 兵部尚书 杨四昌到了 崇祯说叫他进来 并向高启前挥了一下手 高启前马上扣了一个头 毕恭毕敬的退了出去 杨四昌正向离走 碰巧碰到了高启前出来 他小声问道 皇上意思如何呀 高启前咕囊的说道 我看皇上是满心的急着 就是怕落得个像离求和的名啊 尤其怕外庭议论 你可千万不要说 外边都已经知道这事了 杨四昌身之皇上 刚愎自用 脾气又很暴躁 怀着坠坠不安的心情啊 走进了文化殿 跪下去叩头 臣杨四昌见驾 崇祯低声说道 先生起来 卢相声今夜一定能来 四昌答道 一定可以到 崇祯又询问京城的房屋情况 听杨四昌是对答如流 感到十分满意 接着又说 自朕登基以来啊 东路四次入赛 此次内乱未息 外患日疾如何是好啊 杨四昌公身回答道 目前局面唯有一和 方可专利讨贼 崇祯又问 卢相声可赞同一和吗 杨四昌说道 臣未见到相声 不知他是否赞同 他明日前来必见 陛下不妨当面问他 如相声也知识刑款 那厅中纵然有人反对 力量也就小了 崇祯再问 红城仇和孙传廷 全力搅闯贼 是否能够一股荡平啊 杨四昌问 杨四昌回答 李自成纠结各股流贼 所余即无啊 这个闯贼正向北逃窜 红城仇已在同关设下埋伏 想不几日就会有捷报传来 崇祯的脸上闪出了一丝的微笑 张县忠已经救抚了 李自成是心腹大患啊 这时候张县忠已经投降了 救生于李自成 杨四昌说道 李自成为死贼高盈祥救部 在贼中是最为强悍 只要荡平闯贼 其余诸贼必然文方丧胆 当不战而降 崇祯要杨四昌带你一道御址 待荡平闯逆后 立即拙 红城仇孙传廷率大军 星夜前来秦王 又低声吩咐道 至于对东鲁一辅一事啊 一定要小心谨慎 切不可使 外庭诸臣抓住一点把柄 阻挠了大忌 宫中已经在打三斤了 杨四昌看见皇上有点疲倦 赶快告辞啊 这人很善于察言观色 临走时 崇祯皇帝微微的苦笑了一下说 卢相声今夜如能赶到京城 轻可召致他 明早便在平台单独召队 这天午后 刮兵部尚书 兼督察院族又谦御史 闲的宣大山西总督卢相声 率部来到了昌平郊外 他的父亲呢 其实在五月间已经病故 本想回家是守孝三年 但是皇上不许 反而依着杨四昌的建议啊 调他做兵部尚书 清兵入赛 庭臣 交章推荐 皇帝派人赐他一把上方剑 叫他星夜来京 总督天下援军 卢相声 先到昌平郊外啊 长陵纪至迹 然后呢进城 一看各路援军还未到啊 只有自己带的一万多骑兵 在城里驻站 在驻扎在城里城外 当晚呢 卢相声和将领们商讨作战计划 刚一结束 门关进来禀报说 杨阁老派一位官员求见 他立刻传见 原来是杨四昌催他连夜进京 说是皇上明早一日就要召见 他决定立刻动身 情绪是非常的激动 他带了一百多的士兵啊 骑着心爱的骏马 五鸣记出发了 奔跑在 在奔往德胜门的路上啊 他一面计划着如何同敌作战 又一面想着明天见了皇上 该怎么说话 马蹄声声 在漆黑霜动的旷野里 向一阵凶猛的暴雨 进了北京 来到了自己的公馆 将已经将近是四晶天了 有很多京中的朋友啊 早就在这等上他了 他们都愤恨杨四昌 和高启前的卖国求和 希望他呀 在皇上面前坚决主战 有一位在汉林院 做编绣的朋友 杨廷林激动的说呀 目前阁下一身系天下臣民之望 对如此事不以死力相争 京城市民将如何看待你 请误附天下忠义之士之心 相声回答道 请放心 相声来京秦王 能够战死沙场 于怨已足 绝不会贪生怕死 不敢力争 致富京师市民之望 众人知道他前几天啊 是奔波劳苦 也怕谈得太久了 会被东厂珍视者 就是那些个密探的啊 知道啊 于是烧谈一阵 纷纷辞去 卢相声是正要休息 忽然那个跟随他两年的仆人 李奇走来啊 向他请要请长假 要求离开 卢相声这个心中恼火呀 说你这个节骨眼 你请什么假呀 你害怕打仗 这李奇终于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他就是东厂派来监视卢相声的 李奇走后 卢相声感慨的叹息道 自己多年来出生入死 为皇上办事 想不到竟如此受到了监视 天才麻麻亮 杨思昌来了 对着他说了些慰劳的话 陪着他一起去皇城 路上啊 就看见了成群的难民 睡在两旁的屋檐下 睡在大街上的屋檐下 不住的身前悲哭啊 卢相声心里十分的难过 忍不住就问 鲁兵已临城下 听说朝廷和核战的决策不定 皇上的意见是到底如何呀 杨思昌说 皇上今天召见老先生 正是要一问老先生有何道见 卢相声转而质问杨思昌的意见 杨思昌这推多不过 九翁 你知道皇上英明天纵 很多事情啊 都是前纲独断 卢相声说 可是功常在天子左右 对核战大计应有明确的主张 杨思昌这才不得不表态 学生也主战 卢相声高兴的说道 这就好办了 杨思昌这可迟疑了 这个不过鲁士甚锐啊 这个一战无必胜之把握 杨思昌很不高兴 认为卢相声这个性格太过倔强啊 恐怕难以劝说他 只好我就先让他碰碰钉子再说吧 因为他是来劝这个卢相声是主和的嘛 两个人呢来到了朝房 等候的太监传旨 相声今年才39岁 前额宽阔是全骨高耸 双剑眉带着沉着刚毅的神器 过了一会儿啊 从里边过来一位太监 传卢相声速到平台剑驾 卢相声进殿行了跪拜里 重人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印象很好啊 长得不错啊 先这个慰劳了几句 然后就问道 东路兵士甚强 外庭诸臣意见纷纷 莫衷一世 以轻看来应该如何决策呀 卢相声听着皇上这口气游移啊 突然就忘记了害怕 大声说道 陛下命臣都师 臣意主战 崇祯的脸刷的就红了 过了很久才说 既要招府 是外庭诸臣如此商议 躺不用府 那么或战或守 何者为上啊 卢相声说 能战方能掩守 哎呀 这崇祯就打断他的说话 请言战为上策 但我兵力单薄 如何战法呀 卢相声慷慨指出 臣以为 目前可筹集十万人马 所患者不是我兵力单薄 而是朝廷尚无决心 崇祯臣寅道 请网年搅拌流贼 屡见大功 但东鲁非流贼可比啊 我军心急远道疲累 总以持重为上 不可浪战 卢相声听到 不可浪战 四个字的时候 不觉一惊啊 犹如冷水浇头啊 相声正要痛斥臣辞啊 忽然皇帝用冷淡的声调道 请按马劳顿休息去吧 至于战首事宜 可与杨四昌高企前仔细商议 看如何进行方好啊 相声指的叩头辞出啊 心情是十分的沉重 午后 卢相声打算往安定门去 有个人不顾这个门关的阻拦 抢步进来 仔细一看 原来是多年不见的摇东罩 重申二年秋天 相声升任大名府 东罩曾经率领一干子弟啊 协助相声是抗计清兵 那卢相声今年三十九岁 这姚东罩已经有六十上下了啊 身材魁梧 他是巨路线的一个穷秀才 为人慷慨 在乡里是颇有威望 他向卢相声施礼说呀 哎呀 东罩印使来京啊 侍奉这个东路进犯 本想是星夜就返回 没想到听说这个老公主 就是您卢相声啊 他虽然岁数大 他叫人叫老公主 没想到老公主来京秦王 故恭候拜见 这个卢相声啊 客套了几句 姚东罩就开门见山的说 姚老爷子说呀 大人今去会议 可知朝廷准备输银割地 暗向达子求和之事吗 相声猛然跳起 两眼瞪着说 这话当真 东罩回到 都是这么传的 据说是可信 东罩呢 把当今的这个国事迷烂 比作难受 要求啊 相声立足合议 率领三军与清兵决战 相声果断的说 有相声在 必不使大名为南宋之旭 东罩打算啊 星夜返回家乡啊 率领乡里子弟 抗击清兵 临走啊 相声赠了他银子作为路费 东罩不受 相声便把自己佩戴的宝刀啊 送给了老人 以壮行色 东罩双手接住 并大声说 多谢大人 唐 清兵南下 东罩 是用葫芦鲜血记刀 万一不胜 亦以此刀自裁 卢相声送走了 姚老爷子 就带着随从往安定门去 他抬头望天 日色昏昏 浮云淡淡 大街上两旁 市民似乎都用眼神望着他 有的充满忧愁 有的流露出信任和希望 相声到了安定门 参加会议时 除了杨四昌 高启贤 还有兵部侍郎 崇祯的亲信太监 提督东厂的曹画纯 以及率领 经营的几员大将 相声 一向瞧不起这班子人 就拉着杨四昌坐在了上席 这时候 这个卢相声天真的以为 这个杨四昌 是和他一样是主战的 这杨四昌不是说 学生主战 是吧 早就跟他表明心意了 不是 谁知道 这杨四昌在那儿骗他 相声首先发言 坚决主战 在旁边坐的这个猪人 是面面相聚 当他看到 这个高启贤 正在抽鼻烟 大为生气 历声问道 敌人兵临成相 诸公尚如此游移 难道就眼睁着 看着清兵肆虐不成 高启贤和杨四昌 哎呀 为他的这个正气啊 所震慑 都没生气 劝他 你不要操之阔急嘛 是吧 对战方略呀 素要需要 慢慢商议 他们不谈自己 不主张同清兵作战 但又不肯啊 提出任何的积极意见 会议开到半夜 这帮子老官僚啊 这个害死我 卢相声 没有结果呀 从东郊传来的 隆隆的炮声 城外是通天的火光 卢相声说 请诸位原谅 学生 俊武在身 需要料理 改日在意吧 高启强 乐得 草草结束 赶快复贺 第二天早饭后 卢相声进宫辞行 这只是一般的累劫 皇上并没有出来 一位太监口传圣旨 赐他一柄 上方箭 卢相声双手接下来 叩头谢恩 热泪多况而出 他又去向杨四昌辞行 杨贤谈了这些不相干的事情 最后说 九王 皇上的意思 你也明白 国家之患 未能安内 何以攘外 山西 宣大之兵 皆国家精锐 留贼为平 务必为皇上留此一点家党 相声就没有作声 向他做了个一 回身就走 刚出承天门 他就接到了军情 清兵虽然大部分 向东门和广区门一带一栋 但也有尤其到安定门和昌平间的地区骚扰 相声决定立刻回昌平军中 卢相声回到了昌平的第二天 即十月初五的上午 皇帝派太监送来了银子三万两 犒赏部队 另外一万五千两是赐给他个人的 下午又赏赐了御马一百匹 太普马一千匹 铁边五百根 相声很是振奋 以为主张一和只是羊羔两人的主张 皇帝只不过是一时受他们蛊惑 皇帝是主战的 要不赏我这么多东西 他把自己的赏银呢 那一万五千两也分给了将士 只是留下了一两五千 打了一支银杯 打算将来在庆功宴上痛饮一番 卢相声好人呢 在这两三天中啊 崇真心中是充满了矛盾 他听了相声主战的言论 心中心心 有心等这个秦王兵到了以后啊 以清兵决战 但总是摇摆不定 南下决心 他在前清宫召见这个杨高二人呢 叫他们认真考虑 不要意气用事 他们一口同声都反对啊 以清兵决战 认为倘若将皇上这一点家当雇助一致 一旦败亡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他们又说卢相声只不过是 卢相声是不知己之彼 不顾国家安危的大忌啊 崇真对高启前 只是做一个心腹的奴才使用 而对杨四昌则是当作骨功之臣呢 把他当作老师 认为他是谋国中心通达势力 于是又单独召见了杨四昌 杨四昌口口称声说是 攘外必先安内 崇真是频频点头 那就是要打李四成呗 是吧 他说呀 朕已甚至与攘外必先安内 但一位必战亦非善策 遇到该战时还得鼓勇一战 将来就是行款 也是东鲁之我非不能战 横生要挟 就是说就算是要和清兵求和 我们也把他先打疼了 要不他就该漫天要价 觉得门软 杨四昌是俯首帖耳说 皇上英明天宗 所见其事 那看来这崇真皇帝是彻底的倒在了 主和派的一边 那卢相声究竟和清兵 能不能打得起来 咱们下回再说